我现在正位于亚加达南区地方法院 前任高级警官菲尔迪桑波去意谋杀下属于舒华一案 自案件爆发以来一直都受全国民众乃至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那么这一周的庭审日程是从星期一到今天的星期四 对涉嫌有关妨碍司法公众案和谋杀案的11名被告进行审判 那么今天亚加达南区地方法院将进行的议程 是审查理查德以及妨碍司法公众案的6名被告 那么理查德的律师也将会提供将减轻理查德罪证或者罪名的一些证人 而妨碍司法公众案的则由检察官提供相关证人 那么与之前一样法院的开庭时间为早上9点30分 目前还未看到相关案件的证人和被告抵达线上 但已经有许多相关的工作人员正在准备相关的工作 而且大家也许可以看到现场有很多的民众对这起案件 较为关注的一些民众前来法院参与听审 那么这一周的一系列庭审进展可以说是出现了许多新奇的一个看点 无论是就是被告方提供了很多有关能够减轻他们罪证的一些证人 或者是检察官提供的数十位相关人士对在出庭上提供的一些理论或者相关证词 还是昨天首席法官和检察官去到菲尔迪家中 也就是案发现场进行一系列的视察或者检察 这都是全国民众就为关注的一大看点 那么据了解菲尔迪和其他被告或者共犯在于本月的9号期间的时候呢 将会进入到90天的期满 这也就表示他们的那个扣押期将会延长 而且根据国家刑事法典第26章节 高等法院有权利就是将他们的扣押期研制到60天的时间 如果这起案件尚未完结的情况之下 因此雅加达南区地方法院对高等法院也提出了一些相关的要求 将他们的扣押期研制到60天 使这起案件能够继续的庭审至今年的3月份 但是如果说这起案件延续 他们的那个扣押期延续的话 那么这起案件也将会再度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今天的庭审将会有什么样的进展 我们还需共同的关注 以上为美多新闻记者 张曼曼在雅加达南区地方法院所做的报道 回到远播厅 主持人 好的 非常感谢张曼曼为我们从雅加达南区发回的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